當然這個柯P說 北農當然不能停 因為他送菜到全台灣各地 所以這是國安層面不是開玩笑 這個過程 你跟老百姓開了多大的玩笑 所以問一下這個明威 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有這個醫師他很緊張 認為說這個可能引爆萬華的 第三波的這個大流行 是不是有這麼的這個嚴重 更何況他送去的地方 現在很多這個婆婆媽媽也很擔心 他有送去什麼連鎖大賣場的 連鎖超市的 這個引發的緊張 這個是絕對想當然要的 那所以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現在好不修飾 然後照這個柯P的說法 我現在反正快篩陰性 我就打疫苗可以阻斷嗎 這樣就可以阻斷嗎 柯P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分成至少三個層面來來探討 但是我覺得他今天講的這幾句話 說真的 已經跟專業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 我怎麼說 就是有有有當一個市長的人 他會說我自己很專業 也會有人這麼自滿嗎 這是第一個 然後但是呢 我其實說真的 他講我很專業這件事情 我打個岔 我以前在臺大念書的時候 我有上過他的課 就是一個選修課程 他常常把說 我很專業這件事情放在他 放在他嘴邊 然後在我們課堂上常常講 但是必須強調 那個是在一個專業的醫學課程裡面 那當然我相信他是專業的 但是我們就今天他所操作的這個方式來說的話 我相信他還是在當一個醫生 怎麼說呢 就是你看我們這邊講的這幾句話 你看像比如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就說總經理是中央派來的 第一句就切割 不關我的事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我們確診的這麼多人裡面 有很多都不是臺北市民 這個又切割 對 其實這整件事情 就從這幾個點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已經把他這個外科醫生的這個靈魂 帶到這臺北市 臺北市長的這個植物裡面了 所以只要是壞掉的地方 切掉 我們不要讓他留在裡面 然後責任呢 可能我們也把他切乾淨 先分清楚這個敵人還是我的 還是朋友的 好第三個就是說 他在這個沒有確診 然後篩檢是陰性的人的話 我們就打疫苗 他這個也是一個醫生的動作 就是我只要是沒有 沒有這個風險的存在的話 我們就給他吃藥 然後這樣子的話 他就可以把他全面的處理 所以才會有這個 我們換這個戰術說 暴力處理的這個方式 全面來施打疫苗 對 所以其實用這幾個角度來說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柯P的思維呢 他其實並不是用一個市長 然後或者是用一個 比如說全方位的一個戰略的利益 來來去評估 所以他講說國安層面 我相信只是一個說嘴的 一個方式而已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說以這個學生的角度 因為他說學生很厲害嘛 對不對 打幾分 所以說實在 我覺得如果學一個學生 我們在教書的時候 我們也面對了很多很多的學生嘛 如果說這個學生 自己就說我自己很專業 那其實你在對做事情來說 甚至以後你要帶人 或者是你以後要選總統 這個基本上來說 你要怎麼樣去虛心的 接受這個專業的知識 而且我更何況 我看他們台北市的團隊 說真的專業的公衛專家到底是誰 我到目前為止 我說實在話 只有柯P自己挑出來 但是他說實在話 他只是個外科醫生而已 好 那我們就講一個專業一點的地方 就是呢 我們講說北農 這個是不是已經 可能造成萬華第三波感染 對說實在話以這個時間序來說 我個人可能覺得 不會是第三波感染 而是這個第一波感染的延續 因為這個時間點 剛好是在比如說 五月二十號的時候 有出現第一個確診個案 那這個確診個案呢 剛好來說 這個台北市政府 他就說實在話 他沒有反應嘛 那所以我們就延續 這個病毒 他可能傳播 然後導致發病的 這個兩週的時間左右 六來算的話 剛好就是這個六月八號 然後六月八號後來 就又跳出來這個確診 然後六月九號又有確診 然後一直到六月十二號 他的這個確診才開始 慢慢變多嘛 那說實在話 這個其實基本上來說 都是同一脈的這個病毒 他一直不斷的跳 不斷的跳 只是在不同的人身上轉移 不同轉移 但是實際上他還是在啦 所以你說這個萬華 會不會有可能因為北農 然後造成接下來的 更大規模的感染呢 我覺得有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 那那當然啦 我覺得在中間 這幾個階段裡面呢 我覺得這個臺北市政府 可能真的錯失了一些 這個機會啦 因為這個病毒 說實在話 他真的也不像是 我們這個醫學上面 我們給藥 他會有一段時間的 這個治療期 病毒他並不是跟人 一起這樣子作用的啦 病毒他說實在話 他是跟這個時間做賽跑 因為病毒他 他可以傳到人身上 但是呢這個時間就是這麼長 如果你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比如說這個14天裡面 你真的沒有做任何動作的話 這個病毒他就發病啦 我們就確診啦 然後那你沒有去 這個快篩 你沒有去這個疫調 你沒有去隔離 那其實時間過了就過了 然後最後結果就會像現在一樣 就就爆發了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台北市政府 在前面這一段時間 他一直特別強調的 就不疫調不隔離 然後也不快篩 然後到到後面前幾天 我們記得十月十九號的時候 他才開始講說 哇他要清零大計畫 對其實我覺得這個根本就說真的 沒有意義啦 因為你本來手段就沒有處理好 用不對的方式去處理不對的事情 所以才會導致現在的結果 就開始大爆發 所以我個人覺得六月二十四號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讓這個快篩 然後完成 然後可以讓這個 就是大家就可以進去了 對然後讓北農的 可以井然有序的這個進行的話 我是抱持的省慎悲觀 省慎悲觀的方式 省慎悲觀 對因為畢竟這個人太多了嘛 然後對所以我是覺得啦 就是當然疫調啊 或者是接下來這個動作都還是要做 只是說要怎麼樣做 可以讓這個這個時間呢 可以可以追的上 然後又可以讓這個病毒 可以被圍堵起來 我先從這個 剛剛我們討論到北農 這件事情來講 為什麼讓人擔心 是因為我們這個台北 現在看起來一個接著一個在報 那到最後會不會變成 其他的各個縣市都同時來救台北 所以這件事情非常非常荒謬 很不妙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今天侯友宜在這個 他的新北的這個防疫的記者會當中 講了 他說新北因為北農的事件 已經影響了二十八個人了 那所以這二十八個人 接下來他們的接觸者 又是另外二十八群 就是你要框二十八個圈圈 對意思就是說 北農的外擴效應 現在正在發生 而其他縣市正在處理這個外擴 的這個效果 就是必須把一圈又一圈 趕緊圍起來 這個感覺另一部疫情又要來了 恐怖啊 所以這是讓人擔心的地方啊 那所以當你台北市長 又是一個醫生出身 又這麼的覺得自己的方式 才是最正確的時候 他創造出非常多的名詞 同心圓掃描啦 暴力處理抓來打疫苗 就是他對於疫苗有一種偏執 覺得啊處理打疫苗抓來 可是疫苗處理的是未來 因為你要兩個禮拜之後 第一劑才會產生效果 而且效果還沒有那麼的好 要打第二劑嘛 所以他處理的是未來市 那現在大家在緊盯的是 現在是你現在該如何處理北農 好啦你北農這樣一天塞三百個人 可是他整個環境 出入的有兩萬多人嘛 在那邊工作的員工有四千人嘛 你好歹你好歹兩三天的時間 先把四千人給解決掉嘛 剩下一天三百 我不知道他要花多久的時間 才可以把北農的人全部塞過一遍 這也是為什麼北農今天很多員工 今天一大早就排隊哇罵聲連連 就塞不到啊 亂七八糟的嘛 好那他對於疫苗這件事情 這麼的執著 這麼的偏執 我覺得從核心意願 昨天的記者會當中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這是因為核心 他不是公佈了非常多張的 那一截圖的對話嗎 對那看起來你看喔 不好意思因為剛剛之前聯繫以為 我們所有人員都有機會 包含行政防務 這是大家抨擊核心的地方 就說你是不是打到太多了 你沒有限制在第一類醫護人員 是不是連其他的工作人員 通通都打了 對那本來衛生局是跟他說 可能沒辦法喔 核心是說好耶 所以在第一波的時候 核心是沒有打到全部的人喔 是因為你不准我嘛 對所以我就只打我們的醫護人員第一線的 那可是接下來之後呢 接下來之後就變成是衛生局要求核心趕緊 趕快幫我打趕快幫我打嘛 而且是衛生局一定要今天拜託 而且還拜託還有一個圖 不然我們就慘了 為什麼慘了呢 因為市長說今天一定要打完 全部院所通通都是 那後來核心才說不行啦 今天實在太晚了啦改天啦 去哪裡摳人啦 那再回來 衛生局是衛生局還講什麼呢 剛開始就是在第一波的時候 打完越快我們才有籌碼跟中央談判 這個是市政府的思考邏輯 意思就是我的目的是在跟中央談判 所以你們要趕快給我打完喔 通通打完越快打完 我才有機會去談判 臺北市政府在市長的逼迫之下必須盡可能的快速的打完這些疫苗 這是什麼 這是政治思考 對 所以剛剛這個東豪也特別提到說 昆哲覺得別人都在害他了 為什麼他會覺得人家害他 因為他只用政治在做防疫 否則不會出現這種我們才有籌碼跟中央談判喔 趕快去去去去要更多的疫苗去跟中央吵架 你看都不給我疫苗等等的 那所以他不是真的在防疫 對